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You love me in ways I always wanted You've got me wrapped up And you're fine 19歲的我 我相信你之前都一定覺得說自己一定是一帆蒙順 不過過幾天之後 你的人生會有一個重大的改變 我今天來信想給你幾個提示 那天夜晚 半夜醒來 肚神餓 從冰箱拿起了一個很奇異的東西 就是薯餅 然後結果造成了一些小意外 但是這個事之前 其實我已經吃了一個 對 這是第二個 就怪自己那時候就這麼貪心 想要再吃第二個 到了醫院 醫生直接診斷說 一年後的你才有辦法回到天津場上 那時候我就會懵了 真的傻了 對 因為我接下來還要拼倫的奧運 所以那時候 我甚至就不想告訴別人說 我在醫院這件事 我不想讓其他人為我擔心 到最後我才選擇打給爸爸 因為已經嚴重到自己沒辦法處理一個地步 然後爸爸來到醫院 沉默不語 半句話都沒說 接下來的日子會非常難好 比賽的時候 要接受別人一樣的眼光 還有自己沒辦法達到的一個成績水平 這兩個障礙會讓你非常難過 那段期間 沒有任何人會在意你的成績 第三年 成績漸漸回穩了之後 對自己的信心越來越好 對自己的野心也越來越大 在恢復後的第一場比賽中 你非常非常想要讓自己有一個好成績 在比賽第二次投資 你對自己 自信滿滿地跑出去 到最後以剎那 結果你就結束了你這一年度的賽季 到了醫院後 又開始接受檢查 這次醫生 也是一樣沒有放過你 跟你說了 起碼你這個傷要兩年 你會不會覺得說 你這條路走得很不順 只覺得自己很碎 接下來我得告訴你 你之後的人生會跟你之前經歷得完全不一樣 從2017開始 接下來會有很多好事發現 我破了三次全國紀錄 一次亞洲紀錄 並且在家鄉的事務大運中拿下金牌 成為了亞洲第一人 那夜晚 我們成了台灣人的英雄 我今天來信告訴你我的重大挫折 你可以有你的選擇 但是改變了這些 當然未來也可能會隨之改變 若是你決定跟我走一樣的路 那我想和你做一個約定 我們在2020年的東京奧運相見 無論未來有多麼顛簸難測 我答應你 我會為了你 無所畏懼的勇往前行 就像我們的信念 我們將會是離開手中的標槍 無論未來要落在哪裡 有多大的逆風 我們都要飛到最高 飛到最高 到最上